習近平壓寶軍隊為二十大連入武漢 他要變身習主席正式當領袖 十六區全面爆役北京封控保衛中南海 拜登最強硬表態台灣若被侵略美將軍事介入 準備對三方宣戰專家踢爆共軍必敗原因 中南海高層在二十大前國鬥升級 最終結局如何?中共軍方態度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5月22日中共軍方發文要求全軍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 這個說明軍隊仍然站在習一方 目前多方跡象顯示 習近平在壓寶軍隊補二十大連任 5月22日中共軍方喉舌解放軍部 在其頭版頭條發布消息 稱中共中央軍委批准 中央軍委辦公廳印發 關於軍隊推動黨史學習教育常態化長效化的意見 文章核心內容包括 學習好習近平思想 深入貫徹軍委主席負責制常下功夫等 同日人民日報也在其佈眼為自轉發此文 顯示出中共對此文極為體重 有分析認為 在政治傳聞滿天飛的情況下 習近平此舉不排除是擔心軍中人心不穩 因此要用這種方式約束全軍以防身變 近期習江里昇的傳言甚囂塵上 背後涉及中共高層生死搏殺和江澤民真慶紅勢力 暗中操控輿論揭起聲浪 周曉暉認為 中共現在的角鬥很複雜 也很殘酷 習在媒體上的被弱化和你的被突出 只是角鬥的一種折射 但並不代表勝負已決 至少從目前來看 習近平的權力並未被實質削弱 依舊掌握軍權 5月14日 中共軍委副主席張又俠也在《人民日報》發文 稱要始終在中共領導下戰鬥 堅持所謂兩個確立 即堅持習的領導 解放軍報這幾天的頭版 有些刊登習的新聞 有些刊文表達忠誠 中共軍網、國防部網站 也是關於習的報導 周曉暉警告說 習近平不斷要求軍隊忠誠 前幾年更指軍隊有暗流存在 意指軍隊並非全部效忠習 一跌研究與中共老領導們有牽連 而且習在內政外交上的誤判 尤其是支持普京 對抗美國 強制推行精靈政策 早已在中共黨內引起廣泛不滿 這有利於反習力量的聚集 甚至影響軍方 近期中共黨媒密集為習近平造勢 有觀察認為 習近平將在中共二十大 以文件形式正式獲領袖的稱號 並恢復黨主席職務 因而黨內必然有一場暗戰 中共黨媒新華社5月23日起 推出50集關於習近平的網路短片 其預告片稱 要讓民眾認識一路走來的習近平 大陸資深媒體人黃金秋表示 中共二十大於年底前召開 肯定要提前半年就開始造勢 接下來還會逐步地升溫 黃金秋認為 習近平到中共二十大會正式加上領袖這個稱為 同時恢復黨主席職務 而一旦實現 習的權力範圍看起來比毛澤東更大 毛當時只有黨主席和軍委主席職務 但是習同時擔任眾多的領導小組組長 我認為他連任沒問題 然後是總書記改為黨主席 這樣的話才符合他擔任領袖的這個歷史定位 悉尼科技大學中國問題專家馮崇義表示 如果重新回到黨主席 習正式成為領袖 就好像當年毛澤東一樣 會一直走到文革那個程度 所有人都會面臨滅頂之災 公開資料顯示 從1945年中共七大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開前 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職務為中共中央主席 十二大修改黨章 不再設立主席和副主席的職務 而還書記為最高領導人 在中共歷史上 被官方稱偉大領袖的只有毛澤東一人 繼任中共主席的華國鋒 曾一度被官方稱作英明領袖 鄧小平從未被正式稱作領袖 近時期開始用核心一字 許稱毛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他自己是第二代核心 江澤民是所謂第三代核心 但是胡錦濤沒有獲鋒核心 習近平上台後 2016年12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後 正式成為核心 並在十九大寫入黨章 還以表示 在獨裁政治中 只要誰在位 底下人就要去博好敢 而繼續升官 這次不是王滬寧一個人 為習近平搗籠領袖這些事 還有王手下的一幫人 欠微腰寵的人多著呢 習近平能夠走到這個地步 不是靠王滬寧一個人 是那些環顧派要保權 然後跟著習作利益捆綁 他們不怕半軍如半虎 這些奴才裡沒有這樣的心理障礙 目前北京市新官本土感染者有1556例 偏培全市各地 當局一直否認封城 但是目前北京已經有8個區居家辦公 據中央社23日報導 北京共有16個區 目前被要求居家辦公的6個區是 照陽、房山、順義、豐台、海定、石景山 涉及人口至少1180萬 超過北京常住人口2188.6萬人的一半 核心功能區城6區中 紫城西城區和東城區未居家辦公 此外昌平區重點區域 和北京市門頭區地區也宣布要居家辦公 有網友諷刺說 全北京的工作就拜託東西城的群眾了 時評院趙培表示 很顯然 朝陽、豐台、海定的封控是為了保住東城、西城 那麼東西城區為何這麼重要呢? 因為這裡有故宮 就是文化中心 中南海、人民大會堂 這是中共的政治中心 還有央企辦公大樓 金融街是經濟中心 趙培認為經濟、文化中心不重要 封控重點是保衛中南海 趙培表示 即使在被封控的朝陽、豐台、海定這些地方 大家也在質疑 為何封控的居民小區當中 沒有中共特權人員的住宅小區 比如中共離退休官員養老的小區 軍官家屬居住的小區 北京市和國家機關人員的住宅小區等 趙培分析 如果北京將這些小區按照普通百姓對待 這些人怨言太多 中共高層也不好辦 所以在封城當中是給予特權的 即使這樣 這些人原本的特權也是受到波及的 比如中共高幹退休之後 以各種理由住在醫院的高幹病房不出來 但是現在醫院成為了最危險的地方 他們也不敢待了 趙培指出 中南海的政治局常委現在也害怕 如果病毒攻入中南海 常委就會逃離北京出外避難 也可能會有留守的常委 但是中央政府會非常虛弱 這個時候如果百姓反抗 佔領中南海和央視 說不定發一篇獨立宣言 就能讓中共跨台 綜合路透社等多家媒體報導 5月23日 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在東京會晤後召開聯合記者會 拜登明確表態 如果中共入侵台灣 美國將會軍事介入 拜登說 這是我們做出的承諾 也是華盛頓至今為止 對台灣問題最明確的強硬表態 拜登進一步解釋說 我們同意一個中國政策 但是用武力拿下台灣是不適當的 這樣會擾連整個地區 就和烏克蘭發生的情況相似 他還表示 美國的台灣政策並未改變 直支持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 並將繼續參與 以避免片面變更現狀 拜登還說 中共軍機靠近台灣是在台海玩火 記者會結束後 白宮官員們似乎淡化了拜登的說法 稱美國的相關政策沒有變化 美國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安全專家 克羅·尼格指出 不理官方的正式政策是什麼 在戰爭爆發時 總統才是決定要不要介入的一方 我們現在已經清楚地看到 拜登在這件事上有什麼直覺 而他又會作出什麼決定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對拜登有關台灣的言論 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當日 拜登還正式公布了 旨在抗衡中共影響力的印太經濟框架 澳大利亞、印度、日本、韓國、紐西蘭、菲律賓等12國加入美國成為始創國 這些國家佔世界GDP的40% 該框架則中四個關鍵支柱 公平和有彈性的貿易、供應鏈彈性、基礎設施、清潔能源和脫炭、稅收和反腐敗 曾經尋求加入印太經濟框架的台灣沒有被納入始創成員之列 可能是拜登政府為防止激化美中關係的一個策略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表示 美國與台灣的任何貿易談判都將一對一進行 竟然美國要增加在印太的經濟影響力 讓中共感到緊張 中共外交部長黃毅22日稱 美國的印太戰略將以失敗告終 習近平18日在全球貿易投資促進峰會上稱 要支持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 要堅持對話而不對抗 拆牆而不足牆、融合而不脫鉤 但不可否認 中美貿易戰爆發後 加上大流行 讓各國開始重新審視供應鏈和產業鏈的問題 美國近日還敦促歐盟共同合作 促進歐美與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脫鉤 軍事專欄作家沈舟23日表示 中共遼寧號航母日前進行模擬演習 兩度暗指美日軍事基地 外界質疑中共這是準備開打嗎? 據悉 中共遼寧號航母5月1日專越古工海峽進入太平洋 21日後沿路返回 其間最遠航行到台灣東部海域 並兩度抵達日本沖繩海域 沈舟表示 中共似乎不在意暴露遼寧號航母的真實戰力 主要是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急於向美日釋放政治信號 針對美國總統拜登的亞洲行 但因為美軍的雷根號航母20號正式開始部署 面對南北夾擊的美軍軍艦 所以遼寧號不得不在21日返航 演習期間 18日中共出動兩格軍陸軍炸機 從東海穿越故宮海峽 與遼寧號共同演練 19日中共另一艘補給艦 由一艘驅逐艦和一艘護衛艦護航 以此給遼寧號進行補給 沈舟表示 中共派出軍陸軍炸機應該想彌補遼寧號短板 遼寧號是常規動力 艦隊補給亦難以為計 沈舟認為 如果中共真的開打 日本自衛隊不可能會放任戰機入侵 中共的補給艦也不可能穿越古宮海峽 此次演練可說毫無價值 而這次演練直指沖繩基地 美日都不會坐視不管 沈舟認為 如果中共攻打台灣並同時攻擊沖繩 就等於直接對美日台三方宣戰 以中共軍隊的實力 一打三的戰局應該會迅速一邊倒 估計不會像烏鵝戰爭一樣持續近三個月 中共艦載機會被瞬間清除掉 而且中共航母艦隊根本無法抵擋 美軍在日本部署的F-35隱形戰鬥的精準空襲 也無法抵擋美日潛艇的魚類或反艦導彈攻擊 沈舟認為此次遼寧號航母的綜合演練 政治意義十分明顯 但也將引起美日台和更多盟友的警覺